I'm taking shots at the enemy I'm gonna make 大家好 欢迎来到超风看世界 我现在呢是在这个中天这边 渔船集中区啊 因为刚好骑车到这里 看见这个渔船停了那么多 把这个沙滩搞好以后呢 我还没有来拍过 所以就特意下车来拍一拍 这边今天风很大 现在是泰国时间下午5点半 风很大 但是我在这个船上呢 你看它这个下面还有那个鱼网的什么的 都还是可以闻到那个鱼的腥味 海鱼的那个腥味 所以现在这个相机比较低 我把它举高一点 你可以看到比较全貌的那个渔船的这一带 其实从高一点的地方看起来它这个渔船看起来是很壮观的 然后现在中天这边它把这个海滩用那个田沙的方式加出来以后 这边热闹了很多 刚才我过来的路上很多车正好是他们是放假的时候 泰国有六天七天长假 算是有史以来最长的那个假的了 所以呢现在路上都很多人很多车 基本上现在这边的游客就是主要就是那个泰国游客了 没有什么外国游客的这一边 你看那一边那一带 你看那一边那一带 这样远远看过去呀 整员也是很集中啊 我等一下回去的时候 会把我这个 啊高破戴在头盔上 你们可以看到源头那一个车流状况 这是个渔船的围杆啊 围杆这个把手搞得真亮 啊这个是那个控制那个速度的 就是动转速度的转动速度的 嗯 这是鱼网啊 哎这个鱼网还洗的比较干净 前面有个鱼网很多那个鱼腥味 他们这些鱼船出去就在这个啊泰国湾里边打这个鱼回来 当然他鱼不大这个泰国湾的鱼不是很大 打完以后就在这个海边就卖了 现在啊应该是他们放假没有出去打 所以现在这个时段没有鱼卖 正常这个时段就是卖鱼的时候啊 有个帅哥穿个紫尿裤就到处跑 拍他一拍 你看那边啊树下全是一排沙滩椅 那边也是一排沙滩椅 只有这个停船这个地方 这里边是没有沙滩椅 准备上去骑摩托车 去拍回程的路 现在这一段还不是那个很多车的 这一段呢就是到前面路口是一个分界 现在前面路口是一个红绿灯的分界 那一边的路就比较宽 那个车流就比较多 人流也比较多 这边相对就车道会少两个车道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 前面是在干嘛 好像还有一个节目组啊 有个节目组在这里 好 现在我就戴上头盔准备出发了 因为戴头盔就说话的声音 它收音不是很好 所以路上就没怎么说话 你们就只是看风景 如果喜欢骑行的话 应该是对这一段拍摄是很感兴趣 很舒服的 这一段就快速的从中天渔市 到了这个市区的山路 最新的那个美食广场 是怎么办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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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丑 是来自为全世界西风格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面是一个比较少数的一个海滩 然后这一段基本上有很多泰国人 早上开始就在这里玩 然后右手边路边呢有个披萨店 然后呢这旁边还有一些小吃店 所以他们一边玩呢一边吃 然后有很多在这里买的东西 到这个海滩里扑上这个锡子 中天这边我觉得它比较成功的就是 阳海岸上有一条比较舒坦的一个公路 然后这个公路旁边呢还是那个绿化做得蛮好 不像有一些地区它这个土地是私有的还是怎么样 它是断断续续的 特别是华兴那边有很多就是老城区那一带 就差很多比这边 这里是那个中天这边快艇的东西 下水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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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右手边是中天夜市 但是左手边这个海滩这里呢就经常在中天有什么游艇比赛呀 快艇比赛呀 这些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一下湿程 一条其的石头 后期看的 两点 撻 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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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中天移民局这个巷口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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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